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冬 那这一影片虽然说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关于新职业的消息 不过从这个官方目前公布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新职业 还有它的轮廓是长什么样子的 毕竟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 官方有提到说 它的背景会跟沙漠有所关系 而且在这一次官方预告的这个图片 这个沙漏里面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地方 它有点像是这些岩壁里面 雕出的一些石像也好 或者是一个建筑也好 它有点像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官方介绍里面就有特别提到一个地点 叫做佩特拉 佩特拉这个地点跟职业当然是有所关联 而且这个地点呢 跟提卡尔寺院或者是迪比斯沙漠都很类似 世界上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存在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职业的外观呢 它虽然说头上披着一个很像投机马 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它很像死神 不过呢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它的这个武器啊 它有一点类似中东地区使用武器这种形状 那确实佩特拉这个地方 它在世界上是确实是有所存在的 如果说我们要找的话呢 它就是在约旦境内的一个地方 那这边的建筑呢 在早期来讲 他们都是直接从这个岩石里面 去做一个开招 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 官方的这个图片 新的地图 新的副本 或者是这个新的一个地标 总而言之呢 这张新的图 肯定就是未来官方 会推出的这个新地点叫做佩特拉拉 那这个蓝图是来自于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地方 叫做卡兹尼神殿 这个就是佩特拉里面 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之一 他们以前呢 就在这个大石块里面 直接去雕出这一些 非常壮丽的这个建筑 而且这个还不只是外观 是真的可以进去的 它里面的室内 还有分成不同的用途这样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外面还有一些 比如说他们的林木啦 或者是类似罗马竞技场 这个他们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佩特拉 它就是在沙漠之中 发展出来的一个城市 非常的神秘 那另外一个很像的地方呢 就是在他们西北边的一个地方 叫做修道院 好那修道院的外观 跟刚才官方的这个图片 是不是有点像 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像呢 不过看到这张照片 感觉有点像是那个 轩然剑山里面的一个场景 那个好像是林木吧 总而言之呢 佩特拉这个地点呢 基本上就是跟沙漠有关啦 那么这个地图呢 官方有说 它会在雅丁大陆上面 会新增这个点 那大家觉得会在哪边 其实我跟大家讲 官方其实已经偷偷的预告了 来我们来看到这一张图片 这个是韩版他们最新的这个图片 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 就是欧瑞 这边是我们所谓的三王图 对待这个地方 然后下来之后呢 这边是我们一般的雅丁大陆 这里是海因 一直到下面 很熟悉的绿洲 对吧 绿洲啦 峰墓城啦 来我们再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块新的地啊 沙漠再接过来这边 这个地方呢 你再详细一点看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就是这一个 类似卡茲尼神殿的这种地方 所以官方在这边 其实就已经透露了 在雅丁大陆的东南方 这个沙漠再过来这边 会是新的这个地点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是新的这种神殿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 一个新的地坚 那左下角这边呢 看起来也有一个村庄 那中间这一块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想他们可能是 用一些石块啦 石柱啦 来当成是一个 野外的一个战场 这里是副本 这边是战场 这里是村庄 从沙漠这边 就可以连接过来了 所以这个会不会改天 峰墓城又开放了呢 好这个想的有点远了 但现在服务内只剩下一个 肯特城真的是有一点点的无聊 希望官方可以重新开放 好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新的职业 魔法见识 它的外观到底是长怎么样 虽然说官方已经藏得很好 但是呢 我们之前啊 跟一些网友 已经有把它要释出的档案了 我们已经偷偷的把它挖出来 那后来我去找这个档案的时候 发现官方已经把它拿掉了 好没关系 我们就看一下吧 大家可以从这个画面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呢 我就给它一个外号 叫做沙漠里的牛顿 他手上拿着这个 不知道是生命果实 还是苹果 如果是苹果的话 那大概就是牛顿啦 反正呢 总而言之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武器 它的武器弯弯的 这有点类似 这种中东这边的武器 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家要看一下 下个礼拜 6月12号左右 会公布它的技能 还有它的变身 到时候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 那么这个影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这些小情报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请记得按赞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